来看到温暖人心的报道 台中市工商妇女企业管理协会 与台湾工艺CEO协会 携手做工艺 和农友及物流公司的合作 推出代用型善香 将新鲜的蔬果及肉类 分装到箱子内 分送给社会边缘户的手中 除了帮助社福家庭 也用行动支持台湾的友善农业 刚摘采下来的蔬果鲜嫩翠绿 如果能够及时料理 肯定是相当美味 为了让社会边缘户 不可以吃到新鲜蔬果及肉类 不再是过期罐头还有烂菜 台中市工商妇女企业管理协会 与台湾工艺CEO协会 携手做工艺 推出代用型善香 台中市也是因为我们这样子 一些善心人士 把这型善香 那我希望说 借着这样的力量 可以大家一起共襄胜举 所以不管事情是谁 我们最重要的是 要怎么让我们 比较少许的这个人 在2017年的一开始 台中市工商妇女企业管理协会 就率先捐出了 1800箱的代用型善香 不仅如此 他们还捐赠了一台 日拖交通车给社会局 让台中市的长辈可以开心出门学习 除了舞蹈 还有这一个养生班之外 因为还有很多很多他们的一些 生命历程的一些故事 但是有一些长辈他们因为就是说不良 就是说健康上面 比较不好 需要就是接送车 那么今天非常非常感谢 我们各种类型 理事长好好说 我刚才有一个评论 你刚才有一个评论 你刚才有一个评论 白乎比较好 我说 我这个小企业很好做的 根据台中市社会局的统计 台中市目前约有2200户以上 在法律上无法申请低收补助 却生活在贫穷线以下的家庭 带用型善香从云林发起 延伸至台中 工商团体和农友及物流公司合作 向各界来募集爱心 除了帮助社府家庭 也用行动支持台湾的友善农业 江东华留军 台中采访报道